山口饮下醉 玉桂飘香蝗 那叶啊补 路冷风啊清 寒臭热情风暗凍 人们说鱼不过陀不肥 人不走浮就不红 那钟云山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今集我们讲讲钟云山的走浮经历 和他的一段情 欢迎来到水马人会馆 大家好我是Jason 江俊杰 南洋曾经是越剧越曲的大市场 六十年代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一响挪鼓就是几个月的掩期 钟云山的唱片大卖南洋和美加 他一红了就到处都请他走浮 第一站 新加坡 一九六零年有报道说 钟云山忙于录唱片 走浮就未必去得成 但原来他最终都去到随便登台 水马人会馆在新加坡 访问到轻姐胡桂兴 轻姐是新加坡 享有高知名度的乐剧艺术家 现在还是新加坡白和会馆的主席 而他创立的敦煌剧坊 还继续为乐剧的发展 创新和普及化默默耕耘 新加坡有一个师傅 九叔张合基 他教我唱《古康》 闲剑丽登台 他住在张合基 一定要找张合基 因为新加坡很出名的张合基师傅 我正在读大学的时候 读大学的时候 他随便登台跟钟云山来 我正在做试验 我跟班老师说 我要去看电影 要完成试验 走货 下去 金吉那间什么电影院 金吉那间 那间 宝石的电影院 宝石就是在旺波那里 在章巴鲁那里 去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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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工 什么叫随便登台 哦 原来是1953年 《红线女》这套电影《池无泪》 为了打入百老会员线 就答应了放电影之前 亲自上台唱回首曲 就是这样 开创了随便登台的先河了 长寿唱片歌声 中云山崔苗之 去月十六号飞升 底星后 受当地歌迷及社团热烈欢迎 中催两人休息三天 偏由星洲名声 19号起在星洲宝石器园 一连八天 随便登台 八场街告爆满 南天天台唱歌声 有茶楼 南天天台五楼唱茶楼 南天天台唱茶楼 南天天猪 现在你走过去渔画 整间渔画是南天 整间渔画是南天 整间渔画的 四楼没听 五楼是唱茶楼 这是酒楼 南天酒楼 是渔冬渔的 不是天台 天台是五楼 天台 中云山 张冪仪 那些 中云山 登台 是的 是幻灯 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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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揭开这本1962年珍贵的长刊 就是钟云山第三次到新加坡演出 而他已经不是随便登台 而是第二次的粤曲演唱 拍档是《五礼祥》和《梅音》 我们发现钟云山除了演出之外 哇!真是多才多艺 他还担任音乐领导和诗言 最惨的就是去星马登台的时候 每天簽名簽到真的簽到手都肿 在戏院门口有些照片卖 因为我们一到埠就招待记者 记者拍了照片 他们就晒一些照片 一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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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门口上去卖 临去之前晒了四五百照片 都不够了 到时在那边就找记者晒一些 他直接摸上来后台叫你簽名 有些直接摸来酒店 拍不拍醒你叫你簽名 近时听乐曲很疯狂的 近时未有时代曲和现在流行曲 这次走浮 他和五礼祥唱了很多金曲 还有这首在三十三年之后 中云山告别歌坛演唱会再次演唱的 《桃林艳跡》 大家听下 《桃林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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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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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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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 借 童話書 我一心 你 會 一心 自有隨便登臺以來 他們收入與熱鬧的場面 打破以往紀錄 26號星洲染筆 27號飛往吉隆坡登臺 逗留十天轉移堡 每位藝人在新加坡演出員 一定會緊接去 下一集 馬來西亞 一去 又是幾個月 這次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我去馬來西亞登臺 麗的呼聲電台訪問我 談完之後 DG帶我 財哥帶你去唱片房 看看我們的唱片 一看進去 有一個Locker 全部是中雲山專輯 整個場 全部一格一格 全部是師傅的唱片 我的新人看到 師傅最多唱片 就是在那補傳 真是好浩瀚 我沒見過那麼多 你想想師傅的產量 他真是No.1 哪裏有人唱那麼多歌 究竟在馬來西亞 曲藝的傳承是怎樣的呢 我們在馬來西亞 訪問到霍江玲先生 他是檳城資深的曲藝唱家 60年代開始 就已經在歌壇 歌廊等等的地方 演唱地方小調 和時代曲 遊樂場 是檳城其中一個遊樂場 檳城應該是 檳城有新世界 主要 邵市 大世界 春滿園 三個 每個遊樂場都有氣棒 有氣台 會館的情況是會館主辦的 他請師傅 是會教的 即是好像曲藝的曲瀉 現在曲瀉 是會館貼的 好像我們南海語館 有南海語館語學部 潘語館有潘亂語學部 有廣東會館呢 廣東會館 因為檳城的那製人很多 有潮州有海南 海南也有廣東 有客家是入廣東會館的 廣東會館最久 二百多年的歷史 我們南海語館都二百年了 後來有辦樂曲的唱會 廟會 檳城有每廟會 就唱樂曲的 49年 我媽在檳城的遊樂場 賣做小販 我要陪她做夜市 遊樂場夜晚才開的 在檳城的星期山腳 東方花園遊藝場 有福建戲 鵪宴劇團 潮州的玉樓春劇團 一定有的 這三種劇團 我在南洋一帶 未興銀子牌 全部都是金牌 有錶 有些金鏈 鑰匙鏈 有些人 最高興的當然 每晚買定 一兩行位來捧場 有 我們去到馬來亞 中部 宜保 檳城 有些太太團 每晚都來捧場 一兩行位買 這張罕見的照 不是演唱 而是中雲山 在加冷傑水塘拍攝的 笑容自在 春風滿臉 她對馬來西亞一定是情有獨鍾 而她的名曲 一段情 就是取材在馬來西亞 大家有沒有發覺 在首歌裡面 有三個地方名字 都是來自馬來西亞的 一段情 都是說一個追懷 過往一個好朋友 或者一個女朋友 的感覺 她有句是說 將會在諸城 亦有時會唱到 將會在太平 可能是 這個曲 當年可能是 在馬來西亞 或者太平的地方 或者在諸城 或者是新加坡的地方 這樣 這個要慢慢考究 有情 憑安順 願哪 越在太平 我慢你 你行啊 歌 相又 Pot 向下 verdad 向夏冰 由安順出發 乘火車一路北上 我們就會經過怡保 太平 最終到達濱城 演繹 一段情 我們知道一段情是N段情 所以投入感不太多 一段情我記得師父教我 他小小 好像在懷念 有個知己 一直是這樣 所以寫一首歌 那這首歌是師父寫的 為何不知道 有一支炎士 是否一段情都是那裏來的 他講給我朋友聽 大家就作了一段情 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也有跟那些情 我們會不會有其他人說 他覺得很威風 風流瀟灑 那鍾雲先生又怎樣說呢 因為這支一段情 我就是第一支單唱歌 由韓信先生寫的 我的老友韓信先生寫的 其中他寫 我在南洋的時候 那一段情 是不是還會不會有其他人 是否就是 你不是這樣 是想講 是想講 韓鴻鴨興 你說以石頭 就歌不正額可憐石沉 湖底 已經由水靜額 62年6年在香港收入 當時是美國新聞處的收入室 當時韓鴻鴻在美國新聞處做 最初他說錄來試試賣不賣得 到現在我都不明白 為何會成為名曲 賣一班都是業餘音樂家 有幾件音樂就不適合 歌我不是唱得很好 誰知一出就賣得 一直賣到今年94年 家庭佩朱膳 南園投泳 花售華避緣 別分靈城 今宵還記雅消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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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 意味到這支曲的曲名很記憶 一段情 有很少粵曲是用這些 因為時代曲有一支 好像我有一段情 第三站 越南 1964年農曆新年 蘇兆堂去了越南演出 另外請來唱家班鍾雲山同行 不說不知 鍾雲山是蘇兆堂的粵曲老師 背後還有段不為人知的幕後關係 究竟是甚麼 留意下集 不要錯過 八個月之後 鍾雲山再去越南 今次還有領隊 還帶著張月兒五禮常 白鳳英演出 不過 原定兩週前出發 但越南方面 主持者因事局影響 然至昨晚來電 定於四日後 在西貢戲院正式登台 巡演一個月 越戰由1955年 打到1975年 政局始終不穩定 對 那次去到就打仗了 對 對 就是正變 越戰 以新艷良的班牌去的 我們都說 在戲院裡 看著那些炸彈在頭殼頂角 好危險 多害怕 女兒都害怕到 害怕到我們 嚇到 班主說不行了 不能做了 馬上跟我們進北京邊 1964年8月 即是中雲山去演出的那個月 東京灣事件爆發 越南市局動盪 不過 美國全面參戰 派兵保護南越 西貢市面 終於平穩 不夠一個月 中雲山的演出 終於成事 這張照片 是中雲山 在越南 傅馬廟前面留影 一派 鬆容 悠然自在 哦 原來中雲山 都喜歡拍照的 第四站 菲律賓 哈? 菲律賓唱大戲? 原來1972年 中雲山去過菲律賓二演 是應當地華僑的邀請 做慈善演出 當時的團長 是劉金龍 而中雲山就做副團長 咦? 誰是劉金龍呢? 都是香港的名人 香港名人 非常義氣的一個女人 他們本身都有網絡 他們會做很多生意 又樂善好師 金龍中學 記得嗎? 好像青山公路 他不是經常搞事 不過他喜歡樂劇 喜歡樂劇 又出錢搞一下 當時還有黃夏衛 《閃劍麗》 《閃劍麗》 《吳千鋒》等等 劉金龍唱了中雲山的名曲 《斷紅靈硬》 而中雲山就唱了 《一段情》 《斷紅色》 我小就認識 我自己很小 那時候 敢不敢見次 他是很好的人 對我們小朋友 是很好的 沒有大合作 熟就好像很熟 有時一起喝茶 一起吃飯 一起聊天 沖阿海裡 沖阿海裡 沖阿京 阿京 江亚遠 沖阿遠 河還生見 阿 bladder 第五站 台灣 我又和他一起過去 我們又有去總統府見總統 名字叫做勞君 其實過去就一定有很多名人 我都不記得所有人的名字 因為我找鍾Sir的照片 就看了一大堆以前回台灣的照片 鍾Sir和我一起回去就記得 不過我當然不是跟他那隊 大家看不看到這張照片 多珍貴 就是當年勞君時候拍的 德姐程德芬就站在第一排 而中雲山比較高 就站在較後的位置 幸好都拍到一本 可以讓我們今天見到 歷史始終會記錄下來的 因為我媽媽和我一起回去 我姨姨媽 我從小居住在台灣 讀完書了 我就回到香港 因為我香港都有家 走浮演出 雖然可以名利相收 但還是一件辛苦的差事 水土不服 就當然在所難免 1974年 台灣 那年我去賀秀 帶隊是麗星歌劇團 主理人是歐麗文 副主席 插內 就是骨子康 中雲山 中雲山 劉鳳 白鳳英 中雲山病了 就在酒店 還有一個唱閃劍黎康的 就是任鳳儀 我 五個唱家 除了病 那家人呢 因為我 排同時代 因為他 多數是出了去愛佛登台 現在的越南 那時候叫阿南 馬來西亞 新加坡 美加 一去都去很長的時間 主要生活 都是我祖母 張外大大 他有五兄弟姊妹 我先父就是排行第二 那我三哥姐 就現在還在加拿大 成一百歲了 另外一個不熟 就還在香港 是啊 他回來就 時間 一段時間 他又要出台 又要出發 那相對時間短了 那未變了 關係都會很好的 會很珍惜 你未去加拿大之前 多不多見爸爸 多 因為我們一起住 是 因為爹地 那時候 登台的階段 已經少了 以前登台 我小時候 就很少見 有 有一次他在美國登台 我就有去 那時候我已經來了加拿大 那時候登台是哪一年 八七幾 八幾 七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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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幾 八 差不多 在紐約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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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練歌的 還有沒有說他外面的東西 你有沒有學粵曲啊 我啊 我沒有啊 他不肯教 因為我的天分沒有 好 哦 你跟你爸爸的關係是怎樣的 啊 相當好啊 是 因為他那個人都比較是和善啦 還有比較 骨子啦 這樣來講呢 從來都沒有大聲罵過我們的 那 那來說就 都是 講道理的 還有 還是 感情都OK的啦 我爸爸呢 就是 一個 很 隨和的人 那 他呢 對我們呢 就是 很關懷啦 就是 最緊要讀書 他就完全不會說他唱語曲那個問題的 那我 我爸爸做事呢 就很完美 無論工作上和日常生活做每樣東西都要很完美的 要做到最好的 他整天都是說 最緊要讀書 什麼都不要做 這樣 哈哈 咱主 咱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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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名人 離鄉別井和家人最少離多 其實作為爸爸都不好受 而一段情 正正就记录了中云山走过的1.1滴 今集播过的图林验迹 是不是不是很够猴呢 水马人会馆 很多谢中云山儿子 Roger 钟荣耀先生 提供这么珍贵的演出录影 再经我们的收复 即将会重现在大家眼前 敬请期待 一连三集 都讲了中云山的事迹 其实中云山 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大家一定要留意 水马人会馆 reachš G Middle 你还九 一切就是 我 đến四十块 你还做不出场 我余你这是我们闪ова 你还眼前 我 Honestly 没什么功夫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 空想 死也 我也是 在咒 啊 啊 唐 月子 風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